爵士樂曲目的五大分類 你該注意什麼呢 這個影片會跟你分享爵士樂曲目的五個大分類 那這邊不是用風格來分類 而是會用曲子的特色來分類 除了知道這些曲子的特色之外 你也會知道在學習的時候你該注意什麼 我們直接開始吧 第一個大類是爵士的藍調 那爵士藍調Blues跟比較草根的藍調Blues 其實是很不一樣的 那不管是在和聲或是在節奏 甚至是在即興上面使用的素材跟演奏的方式 都是還蠻不一樣的 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是一樣的 這件事情叫做call and response 我不知道中文要怎麼翻譯 應該叫做呼應吧 藍調其實原本是有歌詞的 所以比如說他可能會說 我今天忘了帶手機好困擾 這是第一句 那第二句可能再重複一次 喔我今天忘了帶手機 這樣我什麼事都做不了耶 這是第二句 第三句說 啊我怎麼這麼不小心這麼笨呢 這樣子客戶要怎麼跟我聯絡呢 所以呢 到第三句的時候你就會回應前面講的話 那這個就叫做call and response 我剛剛講的是比較大的call and response 那其實在小小的裡面呢 譬如說單句裡面你也可以call and response Let down, don't worry me 第二個呢叫做American Songbook 那這個有什麼特色呢 就是這些曲目呢都是有歌詞的 那常常這些曲目是來自於譬如說百老會 或者是一些電影的歌曲 然後呢爵士樂手把他們拿來變成演出的歌曲來詮釋這樣子 譬如說大家都知道alternleaf All the things you are 或者是invitation You are the promised kiss of springtime You are the promised kiss 這個分類的歌你要注意什麼呢 除了和聲上的語繪之外呢 你更要知道他的歌詞是什麼 沒錯 因為常常尤其是慢歌 很多人會忽略說 你其實是要學習歌詞 就拿很常見的一首歌 八丁眼獸來說好了 你要怎麼樣才能演奏出感動人 然後非常揪心的旋律呢 那其實很大一部分呢 你就是要知道原來歌詞裡面在說什麼 那再更深入一點就是他們在唱歌的時候 他們是怎麼唱的 所以呢你不會自己發明一個詮釋的方式 而是你知道他們是這樣詮釋的 那當然你如果已經學會之後 你可以自己選擇你要不要這樣的方式來演奏 第三個呢 我會說是Bebop的歌曲 Bebop歌曲呢 顧名思義就是在Bebop時代之後呢 開始大家呢會開始把一些主旋律 變成像是Bebop的旋律 Bebop的歌曲呢 往往有一個特色是這些歌曲的旋律都是寫在已經存在的歌的和聲上面 比如說像我前面提的藍調 或是American Songbook 比如說Donna Lee就是來自於Indiana 你如果仔細對照原始的旋律跟Bebop旋律 你會發現通常Bebop旋律會稍微再複雜一點點 那在Bebop曲目上面 你需要注意什麼呢 第一件事情呢 其實很多人在學Bebop或是學爵士的時候 一忘就是主旋律 就可以給你很多很多的素材來學習 那這邊的素材呢 不只是音符上的學習而已 而是呢其實常常 比如像Donna Lee 他的旋律裡面呢 就已經暗示出了很多關於和聲的進行 甚至呢關於節奏的部分 在很多比如說Parker的歌 都有一些不一樣的設計 所以呢經由Bebop head 你可以知道旋律 然後他們的和聲 然後還有所謂的節奏 在就是爵士裡面 到底他們是怎麼想這件事情的 看到這邊有任何新的東西是你得到的嗎 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然後幫我們按讚 讓這個影片能夠讓更多人看到 那第四類呢我在這邊的分類呢 是Bossa Nova或者是 拉丁Afro-Cuban的歌曲 那其實老實說 這個是比較粗略的分類 當然你可以延展出去 就像是不同風格的世界音樂這樣子 為什麼我會提這兩類呢 因為這兩類呢 其實是在比較早期 就進到爵士裡面來 那這兩類的風格 我覺得很大的特色是它的主旋律 因為英文呢 跟譬如說葡萄牙語或西班牙語 其實講話的時候一些節奏 然後跟用字的方式其實是不一樣的 那這個呢也反映在他們的主旋律上面 比如說像是Bossa Nova的歌 雖然和聲上有很大的一部分都是 共用共同的語彙 但是還是有一些小地方是 比如說是Bossa Nova特別喜歡用的 或者是Alfred Cuban特別喜歡用的一個方式這樣子 最後一類呢 最後一類呢 我會說是 就是爵士音樂家的作曲 或者是比較當代的作曲 那為什麼我會把它分類出來呢 因為呢我相信到這一類的時候 你已經可以看到或聽到 爵士樂手他們作曲的個人特色 或者是在那個時候他們想要探索什麼 比如說像是 Joh Anderson John Coltrane Chicorea 等等等等等等 一聽就可以知道是他們的作曲 在這邊的和聲使用上呢 也往往打破原本 American Songbook 他們常用的一些和聲進行 甚至呢 開始一些比較實驗性質的 non-functional 就是比較平行移動的一些和弦這樣子 那這邊最好的例子呢 就是 A mild deficit so what 或者是呢 後面很多比如說 Wayne Shorter的歌曲 或者是後面還有很多 現代的人的作曲 所以我們快速複習一下 拿五類 第一類呢 是藍調 第二類呢 是American Songbook 第三類呢 是Bebop 第四類呢 是巴西音樂 或是古巴音樂 第五類呢 就是爵士音樂家的作曲 或是比較當代的作曲 希望這個影片呢 能提供你一些 在學習歌曲上面 不同的觀點 如果你還沒有追蹤 《道理之火》 《道理之火》是一個 爵士學習的平台 我們有各種不一樣內容 有訪談 也有像這樣 比較實際的學習內容 那你只要追蹤了 你就可以獲得更多 更多像這樣的影片 下次見囉 《字幕》 《字幕》